穿成并交反派的第一任妻子 我现在有点慌 原本是不慌的 只要按照剧本走 我就可以不用断手 也不用断脚 完完整整离开反派的家 然后就是她追求她的白月光女主的剧情 只需要三年时间 三年之后我俩就能离婚 可现在 我望着手里的验韵棒 恨不得将她盯出两个窟窿出来 天杀的 怎么才过了一年 我就有了孩子了 以相敬如宾 就是我与段夫之间的关系 书里是这样写的 我也是这么做的 既没有讨她的关心 也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 书里说 段夫家里有很多漂亮的艺术品 她的妻子是所有艺术品中最漂亮的 也是最独特的 因为只有她是有温度的 活的东西 于是我也很敬业地扮演着花瓶妻子 直到这个孩子出现之前 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可如果我做得很好 这个孩子是不会出现的 段夫不会允许我生下她的孩子 孩子就是她的囚佬 段夫是她母亲的囚佬 是锁住她母亲一生的桎骨 受其母亲影响 段夫也是这样想的 是我哪里露出了破绽 是昨天那晚煮得很难吃的重 可是那明明是书中一模一样的剧情 多余的是我一概都不会做的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段夫竟然同意我怀上她的孩子 我焦躁不安地来回走 撇了一眼大门 烦躁地动作一顿 或许 或许我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打掉这个孩子 哪怕事后被段夫发现 孩子已经没了 我甚至没来得及化妆打扮 随便裹了一件衣服就出门 可大门打开 却是段夫站在大门前 黑色大衣将她修长身形 衬托得更加完美 配上她不俗的外貌 站在那儿就令人眼前一亮 其实段夫才像她家中 最完美的一件艺术品 她对上我慌乱的目光 笑得温和 我们阿姨想去哪里 我盯着她慢慢眨了眨眼 收回了急匆匆的步伐 神色自若地拍了拍衣服褶皱 从二楼看见你回来了 来接你 段夫走过来牵我的手 将我从门口拉了回来 小骗子 她带笑的话让我心中一跳 可她话里的真假与情绪 向来难以辨别 段夫拉着我坐下 如往常一样问我 今天在家都做了些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段夫开始每天回来都问这句话 于是我一件一件地跟她说 除了那根厌韵棒 段夫听完 认真回想了一下 才说 怎么最近中午睡得越来越久了 被她这么一提 我才发现确实如此 原本只是以为身体疲惫使不上进 半分没有往怀孕 那上面想过 试睡大概也是因为怀孕 可我不能这么说 只是故作恼怒瞪着她 还不是因为你 说来奇怪 小说里段夫与陈一 别说亲密接触 就连偶尔触碰都会让段夫冷下的脸色 可我来的这一年 除了最初的两个月之后的日子 每当到了夜晚段夫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纵欲又瘫痪 任凭我如何哭闹喊打 她也只是默默舔示我眼角流下的泪水 微笑着将爬出她身下的我毫不费力扯了回去 她的需求简直让我难以招架 段夫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我会将责任推到她头上 但她好脾气地全部接纳了 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起身往厨房走去 今天想吃什么 我随口说了几道菜 段夫不喜欢有闲人在家 只偶尔会请终点工打扫 我不爱做饭 这差事也就落到了段夫头上 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段总 竟然也乐在其中 并交的想法总是让人难以捉摸 我摸到口袋中的那根夜运棒 将它在手中攥紧 心中做了决定 冲着段夫的背影说道 段夫 你等我一下 我出去拿个东西 怎么了 段夫没回头 还在认真摆弄她的菜 但略微上扬的声线让我知道 此时她的心情不错 我盯着她的来回忙活身影 轻轻开口 送你一件礼物 段夫动作一顿 吸了火回头望向我 我被她的眼神望得心中打鼓 去吧 两久 她才开口 注意安全 回身又专心于我们的晚饭 或者说 我的晚饭 不过我想 今天我吃不了她的晚饭了 我要去医院 打掉这个孩子 一刻也不能耽误 如果她知道 我这一走这顿晚饭 便白做了 想来会觉得遗憾又惋惜 可比起晚饭 或许更令她难过的是这个孩子 我的心软维持了几秒钟 当走到大门时 我握住门把手 低头看了眼肚子 走出这里 就代表没有后路了 要一路狂奔 打车 去医院 用最快的时间结束这一切 一秒都不能停留 因为段夫会不知何时 随时出现在我的身后 我深吸一口气 打开门 身后刀掉落在地上 响起尖锐刺耳的噪音 声音响起下一秒 我还没来得及推开门 就回过头 向段夫奔去 厨房地面上 稀稀利利利的 是流了一地的血 二 段夫手抬在半空 垂着眼 看着往下低血的手 就像是看没有生命的死物 这个疯子 听见声音 段夫抬头 看见我回来了 眼睛里没了阴冷的死气 还很高兴地 冲我笑了一下 几乎是一瞬间 我想起了书中一段话 段夫想跟宋月说 他没想要伤害自己的 他知道用伤害自己 换宋月心软 不是长久之计 可是他贪念他的眼睛 能够停留在自己身上 所以如果能让那几个瞬间 能再长一会儿 那么无论使用什么手段 段夫也不在意 我闭上了眼睛 冷着脸转身 段夫靠在墙上 心情异常愉快地 看着我翻箱倒柜 好心地提醒我 阿姨在找医药箱吗 被我拿到楼上了 我翻找的动作停下 也不看他 起身上楼 段夫被我无视也不恼 反而善解人意 给我指明了方向 在右边的床头柜里 声音中的余月 让我错以为 他下一秒就要哼小曲 可上楼打开一看 里面却不是医药箱 安静躺着的是 乱七八糟的小雨伞们 以及一根针 被戳得破破烂烂的小雨伞们 无声控诉着那根针的暴行 窗帘半喇着 一点点夕阳光照了进来 撒在被褥乱做一团的床上 也映出了大块的阴影 像是委屈缩成一团的小狗 我心里浅浅地叹了口气 关上抽屉的一瞬间 身后一只手 探上我的耳朵 我心跳停了一瞬 手臂上也跟着汗毛直立 跟自己身上一样的 洗衣液味道传来 心跳才慢慢缓下来 段腹摸着我的耳朵 像是在把玩什么稀罕玩意儿 受伤的手垂在身侧 被他用白纱布随意乱缠做一团 血色渗透纱布越来越红 他的手太凉了 刺骨的冷 可他的声音却带着有温度的笑 中和了冰凉的体温 让我没来由打了个冷战 阿姨不是说有礼物 是什么 礼物没了 我拽着段腹没受伤的那只手 往楼下走 医药箱明晃晃地摆在桌面上 果然骗了我 压着他坐下 低头重新包扎起了他那只手 段腹也不出声 从对我拽下楼到坐在椅子上 他都很乖 坐在我旁边任我摆弄 若是真有这么乖就好了 书里的段腹 是一个疯狂不值得让人同情的反派 他用伤害自己的手段 一点点磨灭了女主宋岳对他的同情 所以最后他囚禁了宋岳 男主储修将宋岳救了出来 段腹也逃跑了 几个月后 他却出现在已经怀了孕的宋岳面前 宋岳转身就跑 哪怕身后响起了枪声也没回头 段腹最后用自己的死亡 也没换来宋岳对他的驻足 伤口包扎好了 我心里松了口气 结果这个气还没彻底松下去 我抬头却撞上段腹含笑的目光 于是那一口气又被提了回来 剧情偏离了 段腹爱上了我 三 你在做什么 怀了孩子 你疯了 咖啡店里一个暴跳如雷的男人 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我低头喝了一口牛奶 面前的男人是书中一个配角 与我同为穿书者 我们都是为了维持剧情的稳定 而诞生的存在 当一个世界出现故障 严重到整个世界扭曲 我们就出现了 剧情维持者需要穿越到书中 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 用来维持书中剧情的稳定 叶泽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牛奶 将桌上咖啡一眼而尽 冷笑怕什么 走不过一个死鹰 这句话终于让我有了反应 嘴巴放干净点 但这句话是真的 这孩子是不被允许的存在 剧情里不存在的孩子 书中世界不会让他存在 更别提他的存在 究竟在干什么 这样做 我们都会被消替 叶泽还是不可置信 消替是指剧情发生了严重偏离 会让本书所有穿书者 消除所有记忆 换而言之极为重置 03 你是如此优秀的穿书者 不然不会干到这个位置 怎么现在你还犯了糊涂 03是我的编号 完成任务越优秀者编号越靠前 叶泽苦口婆心劝告我 就像我以前劝告那些 选择留在书中世界的维持者们 你从前还教育那些小年轻 现在你在做什么 就算你这个世界陪伴了他 那以后呢 他死了一了百了 可你还活着 我们的寿命是没有尽头的 那些记忆最终只会成为 禁锢住你一个人的枷锁 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 更何况那就是个变态 他咬牙切齿咬头 一副悔不当初的模样 仿若我是一头栽进恋情 什么也不顾的人 你看看他现在做的 只不过对象从女主变成了你 现在他还只会伤害自己 以后呢 还有囚禁 还有强暴 还有数不清的折磨 把你关在家里 不让别人见你 也不让你看别人 这样是爱吗 这只脑子不正常 把战友当成了爱 他只是把你当成自己的东西 我从来没想过 589有这口才 他要是把这用在任务上 也不至于现在还是589了 589 你猜 从前那些迷失在书中的穿书者 是为了什么 窗外飘起了雨 外头有人撑起伞 叶则皱眉 不耐烦 还能为什么 为财为全 说完了又看了我一眼 还有你这种 为爱 我不理他的嘲讽 往下说 我要跟段夫离婚 加快剧情进度 啊 这当然好了 话题转变太快 他愣了两秒才到 但现在你该怎么离开 你不在反派身边 他就得疯 这个我来解决 我站起身 你需要推动男女主 与段夫尽快见面 叶则 你想做什么 他见我起身 也跟着起身 完成主剧情 我推门出去 叶则在后头跟了出来 他递过来一把透明的伞 怀了孕 你还想淋雨吗 我有些诧异地看他 他抓了抓头 有些无奈 都到这一步了 也没办法 你尽快从反派身边脱身 只要完成了男女主的感情线 估计也不会被判 严重脱离剧情 到时候他俩在一起了 剧情完成之后 我们就立刻回去 我没接 叶则突然有些恼怒 看什么看 你要不要 我摆摆手 终于露出了 我们这次谈话的第一个笑容 用手指了指前方 笑得像只狐狸 不是 有人来接我了 段夫一身黑衣 站在车旁 雨水打在透明的伞上 身后是来来往往的车辆 身前是密密麻麻的人群 从他身边经过的不少人 都假装不经意回头望他 而他的目光 始终不偏不已落在我身上 我操 叶则被吓了一跳 他什么时候来的 我 大概是我刚坐下的时候 叶则随口道 你告诉他你在这儿 当然不是 叶则眉心跳了一下 那他 我耸了耸肩 可能在我手机里装了定位 我操 叶则盯了段夫一会儿 往我这边挪了一挪 小声说 他怎么一直看着我笑 我也像他那样小声开口 大概是因为你离我太近了 段夫走了过来 先对我笑了一下 收了伞站在我身边 然后才看向叶则 目光在他手里的伞停留了几秒 伸出一只手 你好 段夫 是陈一的丈夫 叶则握上段夫的手 久仰 叶则 是陈一的 叶则卡了一下壳 才想到一个比较适合的词 老友 老友 段夫收回了手 这个词在嘴里过了几遍 没什么感觉 只是想把眼前这个自称 是自己妻子老友的家伙 从陈一身边拖走咬死 眼底的笑还是淡了 于是直到回到家里 段夫还在琢磨这两个字 我俩一起开了口 老友 是什么时候的老友 段夫 我们离婚吧 段夫一下没了声音 偌大的房间 只有钟表转动的声音 我想段夫问的那个问题 现在应该也不想知道答案了 于是我没有开口 你知道段夫声音如常 我不会同意的 我无奈一笑 我也这么觉得 段夫脸色一下冷了下来 他常年都是温和地笑着 就像是戴了张面具 哪怕此刻冷了下来 也保持着该有的风度 像是个玉面罗刹 我在心里天马行空地想 他看了我两眼 就往楼上走 不遇在这个话题上 与我有过多的纠缠 可走到一半 又停了下来 回头几步来到我面前 沉着脸拉着我往楼上走去 走得不快 甚至还不忘回头 跟我说小心楼梯 即使脸色冷得很难看 他带着我来到书房 取了一份文件给我 上面明明白白 写着离婚协议书 我心中一跳 眉头微微促起 竟然被他找到了 段夫比我所预料的 要知道的多得多 可我记得 明明藏得很隐蔽 转而又想到 我发现自己怀孕时 他恰好来的时机 包括那些破破烂烂 明目张胆展示 给人看的小雨伞们 知道怀孕那天 段夫看着不慌不慢 现在仔细想来 他来得匆忙 衣服也略杂乱 这在以前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的语气 也不似平常轻松显示 简直像是一直看着我 所以特意来拦截我 只是当时我太过慌乱 忽略了这些细节 我看了一眼离婚协议书 怎么找到的 段夫将他翻开 慢慢地看 阿姨这么聪明 不妨猜一猜 门把手 我曾检查过房间 不存在监控设备 可方才被段夫一提醒 没想到在这儿栽了根头 段夫笑得眼睛弯弯 像是十分高兴我 一下子就猜到了答案似的 不愧是阿姨 她指着离婚协议书上的时间 眉头皱着 显得很苦恼的模样 上面的时间 不是两年后吗 阿姨怎么反悔了 我轻轻摩擦着手指 穿书者不犯低级错误 历来穿书者 更像是一个攻略游戏的局外人 是穿书者 与书中角色的博弈 如果说在监控设备上 是我在与段夫的对局中 略讯一筹 那么这个离婚协议书 就是我送给她的致命弱点 书中的陈一 不会主动谜一份离婚协议书 更别提将时间定在两年后 她早知道 自己的妻子不是陈一 但却依旧不动声色地观察 若无其事地相处 不留余地将我包围 段夫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聪明 她将离婚协议书和尚 笑得云淡风轻 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离开我 抬手将那份协议书撕了个粉碎 我原本打好草稿的话没说出口 就被段夫用手巾捂住了鼻子 手巾有迷药 是闻起来很舒服的香味 我不想听阿姨说话了 迷迷糊糊间 我听见她说 你一开口 我就知道你又要骗我了 可我总是忍不住心软 可到最后我想骗骗我也好 她声音低沉 带着一些难过与无奈 饮料在我的耳边 可为什么不接着骗下去了呢 金钱 权力 自残 孩子 什么都留不住你 她的声音变得很远 带着小心翼翼一戳就碎得委屈 阿姨你告诉我 我用什么才可以留住你 四 等我再次睁眼 入目的是奶白的天花板 是卧室 原本以黑白为基调的卧室 后来我觉得压抑得很 哄着段夫改成了奶白与灰色 脚落地走在地板上 总有股牵扯禁锢柱的怪异感觉 我往下一看 左脚上缠绕着几圈细红线 绳子另一端缠在床头 饶是再怎么见过大风大浪的我 也难免对这突然出现 莫名其妙的东西 瞠目结舌 这又是段夫搞的什么新花样 我试着拧开卧室的门 没锁 然后走到二楼阳台 阳台的门锁住了 可红绳还有一大截 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 我一手续续拖着长长的红绳 慢慢往楼下走 直到走出这栋房子 到了最外面的大铁门处 脚下红绳轻微的牵扯感 才提醒我 红绳已到了尽头 而铁门虚眼根本没有关 那个始终在脑海挥之不去的念头 最终被证实 宋月被关在段夫的老房子里 整日见不到一点光亮与太阳 窗户被堵死了 门也是 与他相伴的 除了自己的呼吸声 还有铁链摩擦的金属碰撞声 段夫打开门 也不靠近宋月 站在门口问他 今天在家都做了什么 宋月说 在想怎么逃出去 段夫摇头 黑暗中传出了带笑的低沉嗓音 不对 答错了 我回到了主卧 坐在床上 真像是荒唐又可笑的 我盯着脚下 缠了几圈的红绳 红绳重量忽略不计 一扯就断 别谈什么能困住人的功能了 只怕我走路 还得仔细着他 不然这条红线不经意间 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断在哪里了 红绳衬托着脚踝 红得更红 白得更白 这是史上最糟糕 最没技术含量的囚禁 段夫用行动告诉我 他最卑鄙最龌龊的念头 也用行动告诉我 去留友我 五 程度敲了敲手表 有些困惑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了 照以前自家老板 早就一到下班时间 就撒手而去 拦都拦不住 程度心里常常叹口气 他不想加班 谁让老板这一年以来太过异常 每天都按时上班 按时下班 都让程度忘记了 从前他可是 就连自己婚礼的时候都还在上班 唯独请了几个小时假去结婚 更别提蜜月了 谁知道结婚两个月之后 突然说自己要休假度蜜月 然后从此再急着回家这条路上 一去不复返 虽然今天老板状态糟糕 字也签错了很多 但作为一个优秀的秘书 这些都是小问题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 是程度心眼了 一年时间没加过班 他也不想再回到 从前那把人当畜生使唤的日子了 更何况老板坐在这儿 完全是在发呆 他倒也没说 其他人不能下班 可老板不下班 谁敢走 别人能走 程度怎么敢走 程度是个聪明的秘书 他知道老板今天状况如此反常的原因 面不改色 将一份老板签错字的文件 放在他面前 说 段总 今天最后一份文件 段副被打断了思绪 拿起笔低头就要签字 可已经是签好的 陈一 段副签字的手停住 程度想 自己真是个小机灵鬼 快回家红老婆吧老板 别再压迫自己 压迫你的可怜下属了 在程度惊喜的目光中 段副收了笔 俨然一副结束工作的模样 然后将目光放在了程度身上 段副无波无蓝的眼神 看得程度心慌 他心里心虚 就算是自己十点小心机 不为自己 也是为了老板 为了老板娘 为了同事 为了公司 为了社会 为了大家好啊 没想到段副一开口说的 却是另外一回事 我不知道这件事 问一个单身36年的人有没有用 程度一口气还没下去 又提了上来 他面无表情 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 您说 我应该怎么表达我的喜欢 程度一是不知道怎么讲 不是说不出来 而是他觉得 那些适用于大众的方法 都不太适合自家老板 所以他说出了一个比较普遍 但是是个古今真理的想法 我觉得您 应该真心对待夫人 不是说您平常对待夫人的那些行为 不是真心 而是用最原本的您 面对您爱的人 段副低头看了眼 合同书上的 陈一二字 浅浅笑了下 没谁会承受得住那个我 怎么会 程度皱眉 如果连最真实的 您都无法接受 所谓的喜欢 就是浮于表象 也是肤浅的 虽然有点冒昧 但程度还是顶着失职的风险 想做吃瓜第一人 是夫人不了解您吗 段副四笑非笑 看了程度一眼 还是回答了他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 他看着手下那个文件上的名字 喃喃自语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奇怪 他像是能包容我的所有面 永远只会用那双眼睛看着我 永远都不会变 什么都不说 却用那双眼睛说了所有话 段副眼里流露出一点点困惑 抬头望向程度 我想把他留在身边 但他要走 段副是程度遇到过 心里小九九最多的家伙 九区比十八弯还多 程度遇到过多少难搞的客户 最后不都拿下了 可就属自家老板 心机最多也最难对付 不是没人像他一样 温文尔雅 可人家那都是面具 程度简直要怀疑 段副的面具 是不是向他脸上了 人人都说 现如今储家公子 储修会掀起商业界的轩然大波 但在程度看来 储家公子比自家老板 还是其差一招 因为储家公子本性良善 心底有一片净土 说得在清楚点 就是他的底线 比自家老板不知道高多少 不是说自家老板 是什么丧心病狂的疯子 但他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商人 可现在这个城府 比储修还深的人 仰着头一脸茫然 眼神困惑又痛苦地问 单身36年的自己 该怎么得到爱 如此迫切希望寻求一个答案 我不能肯定 最终程度 没敢给出准确答案 给自己老板 他怕让自家老板 选错方法走错了路 但是我觉得 想要真心的办法 最基本的是用真心换真心 或许您可以跟夫人 好好谈一谈 段副听完 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回答他 谢谢你的建议 程度不知怎么松了一口气 哪怕是处理千百万的项目 都不会让自己觉得 这么有负担 他摇头 说是自己应该做的 说完又加了一句话 祝您成功 段副对他点头微笑 谢谢 如果有机会的话 程度看着段副起身穿衣 知道已经可以下班了 临走前 程度回头 推了推了自己近况 一本正经纠正 段总是35年 我没满36呢 段副愣了一下 扣上大衣扣子 笑了 好的 我记住了 6 脑海中接受到589的讯号 依旧是毛毛躁躁的声音 男女主与反派第十次接触了 正常 正常 一切正常 反派没有对女主产生恋爱的情感 也没对他亲眼相加 剧情审判一切正常 竟然没有重大剧情偏离 末了589还不解的问 怎么回事 那这个世界不就不存在反派了 我关上了通讯 脑海中的通讯 只有剧情超过80%才会出现 而他的出现也告诉我 即使段副已经很久没在我面前出现过了 剧情也一直在往前走 没错 自从段副将我囚禁在这 已经一个月了 他从来没来过 我觉得头疼 从前的世界我也不是没经历过病交 倒是从没遇到过这样的 把人关家里不管 饭倒是每天都有人送过来 但是应该出现的那个人 却连个影子也不敢露出来 一个月过去 肚中孩子已经三个月了 随着逐渐显怀 后面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 我最终在心里做了决定 如果段副再不来找我 我就去找他 可谁承想 日盼夜盼的人竟然在当天晚上就出现了 带着满身酒气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道歉 然后把我从他身边赶出去 自己上楼洗澡 不让我沾染上一点酒气 等到他再次出来 酒已经醒了大半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 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他动了 却坐在地板上 整个人依偎在我的腿上 头埋在我的裙子里 像一只落水狗 为什么道歉 我捏着他的耳朵 我喝酒了 他的声音含含乎乎 像是还泡在酒里 我接着问 那又为什么喝酒 他迟疑了一下 还是回答了我 喝酒了才敢见你 然后用头蹭了蹭我的大腿 很轻开口 好想你 我有些鼻酸 段腹这样我并不好受 可我给予他的东西 就是要让他做出改变 所以即使困难 也要咬牙往前 段腹 你想要什么 气 段腹在装醉 一看到陈一久就醒了 段腹装得很难受 但他也无法正确感知 自己现在是不是真的难受了 更重要的他 只是想让陈一心软 也想回避他的目光 不想抬头看到 他眼底的害怕一厌恶 可能还是有点醉了 所以当陈一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下意识就要脱口而出一个你 可灵了又收了回来 他不只是想要陈一 他贪心得很 陈一的视线 眼神 微笑 拥抱 亲吻 还有陈一的爱 他都要 段腹不太明白 程度说的原来的样子 真心换真心是什么意思 因为从始至终 段腹在陈一面前 始终是段腹 程度以为段腹一直戴着面具 其实没有 或许从前有 但戴上的时候太小了 等长大了 就摘不下来了 所以不能算面具 顶多是人皮 如果将段腹内心 分成一到十个等级 程度看到的是三等级的段腹 那么陈一看到的 就是五等级的段腹 不是段腹 不愿让陈一知晓 最真实的他 而是他害怕 就连段腹都对那个他厌恶至极 可一边厌恶 一边却忍不住想要放他出来 因为只有他才敢硬下心肠 将陈一困在身边 所以用红绳将陈一囚禁在房子里的 是第九等级的他 可让段腹奇怪的是 陈一将自己看得很透 他知道自己内心的秘密 也知道那所谓的十个等级 知道却无所谓 就好像第一等级的段腹 与第十等级的段腹是同一个人 他根本不在意 因为他只认识一个段腹 所以有贪念 所以舍不得 所以卑鄙 只要能留下他 可最后依然给了他选择 那不是第十等级做出的决定 是所有等级逼迫第十等级做出的决定 如果他要走 那就放他走 说是这么说 从走出大门那一刻 段腹就开始后悔 天知道他是用尽怎样强大的毅力 才没有走回去 将陈一真正的锁在自己身边 可段腹没回头 他太了解自己了 如果自己一旦回头 所有看似伟大的举动都会化作泡沫 无论是陈一正准备离开 还是已经离开 都会让自己一切忍耐 前功尽弃 段腹无法眼睁睁看着陈一离开 也没办法面对空无一人的房子 所以他再也没有踏入家一步 至于每天定时送来的饭菜 不过是在渺茫概率下的做法 陈一或许会选择待在家里 即使概率渺茫 可他真的在 竟然真的在 心中恐惧却减轻不了一分 他害怕他再次走了 明明陈一从没有离开过自己身边 明明无论是什么情况 他都从一而终陪伴着自己 但段腹就是惶恐又不安 陈一是抓不住的 陈一甚至不是陈一 可陈一是他的陈一 抓不住他的 他会走 会随时消失 段腹卑鄙烟渣 狡猾低劣 心思龌龊 既然我待在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了 你能不能坐于天堂 偶尔施舍我 施舍我目光与暗议 段腹这样想 他问自己 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留下来 爸 我想要你留下来 我笑 弯腰用手指勾起他的脸 亲上了他的嘴角 答应他 好 段腹像个小傻子一样看着我 目光呆滞 我笑得更厉害了 他回过神 问了好几遍 你说什么 我指了笑 握住他的手 跟他说 段腹你是变态 他脸色刷得变了 我不让他逃走 用力握住他的手 往下说 可你不仅仅是变态 你接受过良好教育 知道社会生存法则 最重要的是你有赤诚的爱意 对我 所以你想要什么 跟我说 不要把所有事堆在心里 请求我 要求我 命令我 拜托我 只要能答应的 我一定会满足你 段腹眼神恍惚 看着我的瞳孔 可这样我最后说不定会伤了你 不会 我握着他的手 说得斩钉截铁 目光也坚定 段腹是这个世界上 好的不得了的存在 而段腹是不舍得让陈衣痛苦的 这一点 我比段腹更了解他 就 怀孕第五个月 剧情完成98% 589的声音总算平和了些 安静等待两个月 等女主怀孕三个月后 我们就能离开 女主怀孕三个月 就是袁书段腹死亡的节点 本书完结 我关掉脑中通讯 呼出一口气 开门声响起 段腹回来了 我瞄了眼时间 段腹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早了 他一见我就笑 问我 今天在家做了什么 我依旧一见一见跟他说了 脚下的红绳早就被取了下来 但我觉得好看 后来又让段腹重新系了一天 在我的脚上 段腹嘴上说的 随我喜欢 却总在床室上 钟爱这段绳子 我招了招手 让他过来 走近我的时候 我垫脚亲了他一口 他愣了一下 笑意从眼睛一出 夸张地塞满了整张脸 亲吻很快被他夺去了主导权 还有两个月 我心中默念 十 最后一个晚上 由于怀孕 我变得尤其失睡 脑中通讯 打断了我的美梦 袁书反派死亡节点已过 03 可以离开了 现在还是白天 段腹依旧在公司 你拖着主剧情 你等他回来 我俩各自静默一会儿 却没想到 是589打破了僵局 你不是讨厌他吗 我诧异 589打断我的话 声音是一反常态的冷冰冰 我是讨厌让剧情崩坏的人 更何况 不让你跟他告别 反派又犯病 毁了我们好不容易 才打出来的结局怎么办 更何况 589小声嘀咕 你本就打算 我摸了摸肚子 对着脑中的589 真挚的道谢 多谢 他的声音消失了一会儿 然后才冷硬的说 不必 就挂了通讯 晚上段夫回来 我躺在他怀里睡着 他在念故事哄我睡觉 顺便给宝宝做胎叫 我爱你 迷迷糊糊快睡着时 我打断了他的话 他一下愣住了 我闭着眼睛 掀开了一点 亲了他的嘴一下 又说了一句 我爱你 然后又亲了一下嘴 我眼睛从巨大愧意中 微微张开 泪眼朦胧 眼前一片模糊 段夫变成了块木头 连眼睛也不会眨了 就那样直愣愣地看着我 其实那样看着人 难免会觉得诡异 可我心中只有心酸与心疼 眼睛疼 要流出眼泪了 于是心脏也跟着疼 为了压抑内心的痛苦 我冲段夫笑了 重复 我爱你 然后俯身亲了他的心脏 所以段夫 眼泪从我的眼中滑落 我笑着看他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爱你 所以不要怕 我的爱人 可以勇敢点 可以自信点 这才是我希望我的爱意 给你带来的 哪怕我消失了 你不必害怕 我会回来 十一 段夫总是觉得心慌 在陈一不断流着 为告白的那个晚上 他的爱意 让自己胸口肿胀 像是塞满了 温暖轻柔的棉絮 可他的泪水 却让自己手足无措 陈一哭了一会儿 便累得睡着了 可段夫一直看着他 他不敢睡 陈一的肚子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 段夫心里的恐慌 也越来越深 陈一的肚子 蹦出一个小人 光是这样想 自己就忍不住发抖 陈一就是小小的一个 他会忍受怎样的痛苦 去生下这孩子 会经历怎样的折磨 才能顺利平安 回到自己身边 万一呢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孩子怎么办 陈一父母怎么办 他还有这么多 想去看的地方怎么办 昨天没读完的故事 该怎么办 自己呢 自己又该怎么办 无怪乎当初母亲 这样厌恶自己 因为现在段夫 也是如此厌恶 无能又贪婪的自己 今夜的陈一 让自己觉得 就像是被从天而降的 完美生活砸了满怀 像幻境式的圆满 但也不安 所以他要守着他 等到天亮 他醒过来 就能第一个看见自己 朝阳的第一抹阳光 照在段夫通红的眼睛上 才让他惊觉 第二天已经到了 陈一醒了过来 看见坐在自己床边的段夫 很惊讶地说 段夫 你在这儿坐了一个晚上 你怎么了 那一瞬间 段夫浑身血液僵住 如临深渊 他咽下口中铁锈的味道 死死咬紧牙关 不是他 不是他的陈一 他的陈一不见了 12 所谓的剧情维持者 指的是维持书中剧情 保证他能够顺利发展 只要是书 几乎都存在一个或几个维持者 我是剧情维持者03 当一本书走到结尾 维持者就会自动消退 完成任务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生命没有尽头 也没有色彩 被创造出来 就是为了剧情的圆满 段夫是我生命里唯一的色彩 589说 许多贪恋而选择 留在书中的维持者 最后都没什么好结局 因为人心难测 但其实我不是为了贪恋 不对 也是贪恋 我们被创造出来 却安置了人脑 就有了情感 尽管脑中设有程序 但我们也能被称为人 如果说之前589说 我是个没有情感 只会完成任务的机器人 那段夫就是我作为一个人的证明 13 经过漫长又枯燥的谈判 我总算用优秀的业绩为条件 成功谈判 交换了能够在这个世界 陪伴段夫生命尽头的条件 孩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生存的 主剧情不会允许他的存在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更何况 我也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 在这个世界陪着段夫 直到死亡的尽头 而后我便需要离开 没日没夜工作上百年 这就是代价 任何事都需要付出代价 589曾对我说 之后漫长的岁月 甚至说不上岁月 是周而复始的任务里 你都只能带着回忆入睡 然后再将你深爱过的段夫遗忘 我当时没反驳他 我的记忆会存档 我和他的故事 我会当成电视剧一样 一级一级地看 我只跟他说 这是代价 三个月后 我回到了这个世界 我在家里安静等待着段夫 直到日落西山 楼下传来车的声音 我靠近窗户 字字细细看着他 我从未想过 三个月的时间过得这样漫长 漫长的像医生 都会这样萧瑟孤寒 段夫看起来很正常 正常地过了头 我看着他走进家门 于是也起身下到一楼等着他 大门打开了 他正要开灯的手一顿 灯是开的 段夫扯开领带的动作顿了一瞬 然后就松开了 领带没有完全扯掉 松松散散挂在他的身上 他抬头 迎面闯入了我一直望向他的目光中 段夫突然笑了一下 眼泪也掉了下来 靠在墙壁上 红着眼睛 声音听起来依旧很镇定地问我 今天在家都做了什么 零三番外 哟 舍得回来了 589估计也才完成任务回来 现在不叫589了 现在是515了 我对他点头示意 515又看了我几眼 你这模样 也不像刚死了丈夫啊 果然 嘴还是欠 我知道515指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 历来留在书中世界之后 带回来的所有人无一例外 都是丧了一张脸 你说你 难不成从来没来过的叛逆期 来的不成 果然无论升到第几位 589还是改不了他啰嗦的毛病 你费尽心思 就在那儿的几十年 对你来说不过眨眼的时间 你竟然为了这眨眼的时间 浪费你更多时间 我真是搞不懂啊 你知道05和07的 那两位嘴巴最碎 都不知道把你传成什么样了 他们也是无事可做 515语色了一下 没话讲了 他以为我是嘲讽他们 其实我只是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 无事可做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事可做 不像人类世界如此丰富多彩 人憋得慌 总得干点是来消遣漫长枯燥的 没有任务的日子 我们是有人脑的 所以才能被称为人 最初上层的人是 拒绝为我们安置人脑的 因为怕我们难以掌控 后来又说能在脑中摄入程序 反对声才小了点 因为不是人 是没办法去完成书中那些任务的 不是人就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 也无法对他们感同身受 经过我这次的事情 估计反对声又会起来了 他们原本答应的要求之一 就是在我们脑中植入的第一个命令 不得反抗领导者 可我这次不仅反抗了 而且还通过谈判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 其他剧情维持者更进一步呢 不过都是以后的事了 我打断515不停说话的嘴 下一个任务地点 他被打断说话很不满 翻了一个白眼 头也不会跟我说 我领着你去 我跟在515后头 怎么起了515 如果不是因为脑中摄入程序之一 是禁止剧情维持者之间产生恋爱情感 我简直要怀疑 515是不是喜欢我了 倒不是我想得多 他虽然以前与我关系不错 但自从知道我与断副的时候 就像点燃了他身体里某一颗炸弹似的 看我就炸 诺 就这515停下了 从这个门进去 后面的事也不用我说了 我点头 道理一句谢 步入门的前一刻 身后515突然说 明明代价这么大 为什么你还要选择它 我看着眼前的光亮 515 如果总是沾前顾后 会抓不住任何东西的哦 往前走去 来到一个新的世界 当了解这个世界后 我差点笑出声 上层的人没有人脑 倒是想得齐全 因为这个世界 我依然待在一个病交身边 怕我重蹈覆辙吗 找机会想要重治我 我按照剧情 哄着这一位病交朋友 直到他像剧情一样摔门而出 我的脸上才湿了表情 我是这位病交的情人 被养在他的家里 有谁会把情人 养在自己真正的家里 宁愿摔门而去 也不想在他面前暴露本性 爱而不自知 怪不得后期追期火葬场 我在房子里转一圈 了解这栋房子结构 在楼上的时候 楼下响起了声音 我心里皱眉 这个剧情不应该存在 往下走的时候 推门而入的却是断覆 我一下愣在原地 双鬓生了白发 却依然俊朗帅气 他一见我就笑 问我 今天在家里做了什么 我用指甲划破手指头 刺痛感传来的同时 他依然站在门口对我笑 我也笑了 慢慢走下去 站在他面前问他 你怎么过来了 他将脑袋垂到我的肩窝 你不见了 所以来找你了 我摸了摸他的头发 只是问 我一直都没问过你 为什么你一回家 就要说这句话 他蹭了蹭我的肩窝 声音音哑开口 想知道你所有事 这个回答是及格分 符合段腹的人设 但我依旧摇头 不对 答错了 段腹所有动作顿时将注 我不管他的僵硬 将他推出我的身边 看着那双我曾注视过几十年的眼睛 他的每一句询问 都是他小心翼翼又执着的爱意 与其说他在问我干了什么 不如说他在说 我爱你 我抬手揉了揉面前的人头发 知道了吗 515 515的回答符合段腹的人设 但不符合他对我的爱意 随着我开口 眼前的人面容快速发生变化 变成了那个熟悉的515 我请他进来 一边对他说 上面让你来的 515情绪比较低迷 很轻地应用我一句 想到什么 他又扫了一圈房子 这个房子 不会也有监控摄像头吧 不会 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喜欢陈迪 我倒了一杯茶给他 我这是通过了 他看了一眼茶杯 没接 闷闷开口 过了 多谢 我把那杯茶拿了过来 自己喝了起来 我以为我演得挺像呢 他突然这么说 我点头 是很像 515如果不说话 就站在那 我会以为我真的看见了段付 515张的张口 我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干嘛 这还要我解释吗 你们像了 但是是两个人啊 这我还不至于认不出来 515将头捶了下去 不再开口了 送他出门的时候 我又到了一句谢 虽然是来测试我的 但依然要谢谢515 不然我也不会又见到他 还以为以后都要跟回忆过日子呢 能再看他一眼也好 临走时我问了一句 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维持者 515看了一眼手表 还有一个 是个新人 上头说给你戴 戴新人是最费力不讨好的事 估计这次是 过后我会被穿很久的小鞋 我也不爱戴新人 笑骂了一句 就算没个人脑 也真是一点亏都吃不得 515翻了个白眼 你自找的 他自己会找过来的 等着就行 我先走了 我把515送走了 在房子里坐了没一会儿 外头响起铃声 开门一看 是个15-16岁的男孩子 长得脏兮兮的 瘦得跟个小狗似的 看着像12-13岁 我皱眉 不确定 这是不是另一个穿输者 他开口 03 确定了 我点头 让他进来了 走在他前面 跟他介绍剧情 然后又说了他的身份安排 到时候 你就作为我养的孩子 在我身边 可我不想当你养的孩子 那个孩子在后头停下来 我说话的声音也停住 皱了一下眉 这就是我讨厌 赖新人的原因 总是凭借自己的喜好办事 带着新人完成剧情难度 至少会上升一半 我面无表情转过身 为什么 话还没说话 眼前的孩子就笑眯眯的对我说 好不好 阿姨